设计师将瓢剂 来回均匀涂抹在头发上 不少人为了染出亮丽颜色 都会将发色剽浅 只是没想到这样一个步骤 却让一名许姓女子 头皮烫伤甚至还凸了一块 照片中长发女子头皮跟后颈上 有烫伤痕迹还起了大水泡 造成这名许姓女子 四根分头皮长不出头发 半年来医药费花了11万元 让她直呼不敢再染发了 而事发地点就是位在台北市 西门町知名的李奇法郎 是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 都会造访的名店 只是这回把客人给染突 药剂安全性遭质疑 厂商赶紧出面澄清 厂商解释是当时设计师 使用步骤出了问题 这款化学药剂碱性直高 不建议加热 但当时温馨设计师 疑似为了加快漂色时间 使用了轰罩加热 才会害女子遭到烫伤 因为设计师在事情发生了以后 在一个月后 也没有跟公司提出离职的部分 而是自行离开 当然他也跟我们保持的一个联系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在赔偿金还是需要设计师 跟他的家长一起来跟我们做协调 业者表示愿意负责会跟设计师 一起赔偿被害人 只是染发不成现在头上还凸了一块 让身心暧昧的许小姐 留下了难以抹灭的阴影跟伤痕 记者阿公亚麦臣子方台北报导